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款iPhone X产品出现了涨价现象 而深圳华强北的手机卖家王先生透露 新品iPhone的开售反而促进了老款iPhone X的销售 就近前一天很多老用户和消费者问我能不能买到iPhone X 最近每部iPhone X的渠道价格已经偷偷涨了200元到300元 但不管是新机还是二手机都有人来买iPhone新品 没人炒了北京时间9月14月15点01分起 iPhone X和iPhone XS Max开启了预购 消费者可以通过Apple官网 Apple Store App或者直接在Apple官方微信上预购 按照老年情 不况iPhone新品首批预约往往会被抢购一空 但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BWS记者随机选择15时30分和18时10分两个指点 尝试购买新品 却发现均可以购买成功 提示信息显示 iPhone XS在9月21日便可送达用户 而iPhone XS Max的64G和256G版本可送达时间较晚 为9月22日到29日 至于天价版512G的iPhone XS Max 可送达时间较10月9日 16日 至于过去iPhone新品发布后 几位黄牛炒出天价的情况完全相反 比如 2017年 广告售价8388元的iPhone X发布后 黄牛叫价超过1.7万元 也有个别被炒到29999元 黄牛承诺着 首发当间便可以拿到新品 但今年iPhone新品的价格却一反常态 深圳华强北被称为中国电子行业的晴雨标和风向标 这里除了品牌手机店之外 还聚集了大量的中校手机卖家 以及黄牛 王先生在华强北已经工作5年了 据他介绍 今年 华强北基本上没什么人去炒苹果新品了 大家知道这个已经不赚钱了 深圳华强北图片来源 是图网过去 专门从事苹果数码产品销售的王先生 倒卖一部苹果手机 有时可赚2000元 但这两年 倒卖新品已经不足以支撑他的银售 在苹果货源充足的情况下 他甚至还可能亏钱 究其原因 王先生认为 从2017年开始 苹果的出货量就比较大 不像以前做的是鸡翼营销 其次 国产手机崛起后 消费者也开始清拉国产手机 炒苹果手机的黄牛 一般会按照市场定价进行销售 那么 市场价从何而来呢 据王先生透露 苹果除了官邦定价版 每一代苹果新品 都会给国内的大型代理商折扣价 代理商的价格再加上一部分议价 就竞争所谓的市场价 新品锦翘和受欢迎程度 是决定议价的关键因素 老款iPhone X涨价有意思的是 虽然新品iPhone开售 反而促进了老款iPhone X的销售 去年推出的iPhone X的购买页面不见了 不久后 月圆网友表示 苹果iPhone X不仅下架了 而且还停产了 据中国新闻网微博消息 苹果近日针对iPhone X下架 一时做出回应程 iPhone X都是给运营商和渠道商去卖 一停产 怎么可能 9月14日晚间 每日经济新闻 微信号 NBDNBWS 记者查询了京东 苏宁营购以及甜猫商城等大型局到后发现 京东Apple产品专营店的iPhone X64G版本 8月中下旬便开始涨价 从6,766元 涨到如今的7,099元 苏宁的Apple产品专营店则显示64G版本产品无货 天猫商城Apple Store官方旗舰店并为销售iPhone X 而被官方卖家的价格从9月11日的6,898元持续上涨 至如今的7,328元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的iPhone XR 因其售价为6,499元 而被网友称为苹果家联架版 但该款产品在配置上确实有大幅所说 据苹果官网介绍 该产品的屏幕采用了尺寸 为6.1英寸的LCD刘海全面屏 取消了3D Touch招呼 拍照方面 搭配后是单摄镜头 同时 百官设计位率和精材质 与之相比 iPhone X64G版本 无论是在OLED 双摄 3D玻璃与不秀的中框设计方面 均体现出一定的优势 上述王先生称 目前华强卫都在产购iPhone X 每日经济新闻